顶星总部电脑出现了卫福部的机密公文 引发外界质疑卫福部就是顶星门神 不过现在屏东县政府的卫生局认了 召开记者会澄清食品科的科员蔡清荣不小心 把机查顶星进口越南油品的电子邮件 传到顶星屏东厂 但是屏东县副县长钟嘉宾却表示 卫福部的邮件根本就没有列机密等级 强调县府不是顶星内鬼 而屏东县地检署认为此案疑点重重 把蔡清荣改列被告 以他此案侦办当中 张检持续追查魏英冲的部法市政 却在卫权总部发现必须蓄压魏英冲的重大发现 总部电脑竟然出现卫福部的机密公文 能够如此神通广大 难不成顶星公司在卫福部有门神守护 不是来自于卫福部 是来自于南部的一个公家机关 所以就讲得再仔细一点 是来自于屏东的一个公家机关 不是卫福部立委费洪泰要屏东公家机关 说清楚讲明白 事隔几个小时屏东卫生局立刻跳出来澄清 这一页是在最后一页 那我要传真给真厂长的时候 我是看到这个 我想这个资料就传给他 我今天其实上我今天看到媒体 我也吓了一条泄密 10月9号晚间8点多屏东卫生局食品科科员 接到来自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的电子邮件 要求顶星屏东厂确认越南进口油的相关资料 蔡清荣就把附件内容全印出来 传承到顶星屏东厂 没想到电子邮件页面也一起传了出去 让顶星掌握了检方的茶厂内幕 有没有写着机密等级 也不该随便传给民间企业 难道真的有内鬼 目前检方认为疑点重重 把蔡清荣列为涉案嫌疑人 以他自案侦办当中 记者综合报道